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意大利要把它玩透了 总共加起来 你得在那住半年最好 对 他到处都是古籍 我就去罗马 我有事想不通 所以我还写了一些文章 什么想不通呢 就是他的古罗马斗兽厂 它是2000年前的建筑 虽然损坏的很厉害 但是大部分状态都有 大量的遗址神庙啊 什么各种宫廷法院的遗址 什么都有 都留着 它关键在市中心 它中间历经中世纪的黑暗1000年 然后文艺复兴以后500年 它怎么留下来的 我想就不明白 它什么意识 这跟我一模一样的感慨 而且它中间不是意大利一个国家 它很多不同的国家 路段的打仗 换句话说 它要一代人明白 这些石头是宝贵的 容易 你要多少代人都这么理解 你看我们几十年就搞得天翻地覆了 它都能够知道这些石头卡拉卡拉大御场 就是一堆石头在市中心 为什么没有人发展 为什么没有人盖商业 我们那石头早上给搬跑了 干别的去了 问题是它这个东西的真正价值的体现 无非就是近几十年才有价值 以前没有价值 它怎么留下来的 但是我看了一点资料 其实都经历过劫难 都在漫长的历史当中 比如说也有过把石头都搬的跑了 罗马大斗兽厂都几乎脏不拉击的都有 其实真正说比较重视是近几百年来的事情 开始就是说 反正就有人提出来了 那个时候当局者就开始重视了 就是保护它 而且怎么样尽量的能够复原它 而且关于他还曾经有过各种不同的保护方案 所以说这个事我倒想起来 这马先生来正好可以跟我们聊聊了 前些天咱们这个节目 讲了一篇最近在朋友圈流传很广的文章 这是徐老师在吗 就是说重庆大族时刻 那个时候那里有一个牵手的这个观世音 然后说是几百个全国的各地的专家 北伦委焕 经历了这个大概是十年和很多年的这种 重新的这个这个修复啊 最后这个这篇朋友圈里的原文 是一个调侃的语气 说最后贴满了这个新的这个金箔呀 出现了一个义乌小商品市场的风格 然后呢 这篇文章还特意拿到了一个 日本 日本这个重修 一个这个也是牵手观世音的那个方案 或者这十年来 就是说解释 什么叫修旧如旧 什么叫把一个这个菩萨啊 这么最后保护修复成啊 甚至在这个比如说平安时代 奈良时代 曾经修过的这个痕迹 都留在那里 看上去呢 不像是一个全新的了 但是呢 我是说啊 要不说这个问题的这个复杂性 因为咱们不是专业的 这个节目出来之后呢 有一些人提意见 拿出来啊 原来这个知乎 知乎上面就有一个 有一个参与了这个大族 就重庆大族这个菩萨重修方案的 至少他是个旁观者 他就写了一篇文章 也配上了很多图 就讲这件事情 就说最后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 很多外行看着不满意的样子 就是说 完全崭新崭新 像是贴心博 他讲了一通啊 我就觉得 所以对这个问题就说明 对于文物的保护和修复啊 这个专业性 观念 这个观念和这个复杂的地方 在什么地方 就还真不是说我们这个外行啊 仅凭一个想当然就能做判断的 他怎么说呢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把知乎的这篇文章的主要的观点啊 也说一下 你可以配合他配上的图 他就是说重庆大族的这个 你看这个 他就说这是原本的 说你们认为的很多古朴啊 实际上啊 已经病害严重到这个程度 你看这个菩萨的这个脸 原来贴的金箔 他说你 如果怎么能保 他根本就是毁坏了 这个已经病病害非常严重了 然后你再看下边 这就是原来修复之前的 然后呢 他们也曾经尝试过 把这个金箔呀 给撕下来一块 你看这个金箔有这个历年 过去历史年代 贴上的好几层 来修 你再看下边 试图把旧的金箔再贴上去 但是贴上去不久就发现 你看 回贴的金箔产生了开裂 你看 就等于说呀 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 修旧如旧 实际上往上一贴又裂了 实际上没法起到保护它的作用 于是他们不得不采取这种办法 你看 这是旧的金箔 这个是 这个这个你看 这个是漏漏漏出了这个石 石头的石质的那个面 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意思是旧的金箔 没坏的 我还保留在那里 但是呢 你再往下看 这个 它 这是解决它的办法 就是它只能用全新的金箔贴上去 才能起到保护和不会再开裂的这么一个效果 你再看下边 你看 这就是网上图这个漆 再找屏 然后再贴上新的金箔 你看 贴上的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你再看下边 全贴上 等于说它把新的为了保护盖住了旧的就出现了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呢 据它说就是这是他们想到的最好的一个选择方案 你再往下看 你看这是对比 它的意思是说啊 重庆大族这个地方的这个菩萨啊 你看历年来 这几十年来 坏的这个情况之严重 病害之严重 它的意思是我们所想象的 你看 实际上 而且在历史上数次维修当中啊 还出现了补塑 就是就是人为的又补塑 这是他在呃 这个导摩 是这个导摩之后出现的这个真实的菩萨的样子 他觉得比较慈眉善目 对吧 反倒是历史上的很多补补啊 补塑呢 补塑的不好 或者补塑的坏了 影响了这个观音的宝像 所以你再看 这是他修的样子 哎 我出的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 是为了说明什么呢 第一 我们明白到啊 不是那么简单 比方说你老说修旧如旧 可是很多时候啊 他历史上多次修过 他这个东西 如果我把他这个旧的金箔 接下来再贴上去 这金箔就开裂了 实际上这个病害依然存在 如果你这样的话 很快他又坏了 那么他就是说 我保护还是第一位的 说实在不行的话 我就给他贴上新的了 贴上新的呢 我没有损坏的 旧的也许也在里面保护的 这样呢 他说我是在几个无奈之间 我选择了一个最大的能够保护他的 要不然在你们想当然的以为修旧如旧 保存了很多东西的情况下 那么可能过不了几年 他又坏了 可是你知道 马老师我要向你请教的就是说 我这个外行 我把他这两种观点都端出来了 但是我这个外行 我看到最后的这个结果 对 我知道你们是在各种方案当中选择了一个 你们认为最佳的方案 可是这个最佳的方案 怎么我看着 不舒服 不舒服 不能令我满意 我跟你讲 中国文化中有一词老说叫在塑金身 对 就这意思 他们也是这个观点 中国历史上的修 这个佛像修复 都是给修的赠心 只不过我们200年以来 我们没这个能力 你比如北京过去制华寺的那个大佛 当时都说那中明代的 我过去一看 我这不明摆是康熙的吗 因为康熙的文士什么都在身上 康熙修的时候那就更怪 康熙修的时候 这不按明朝修 按康熙的理解 康熙时期的理解 身上的佛衣都带有当时康熙的细碎的花纹 那一看就是康熙时候的 当时修完的是赠心的 但是你隔三百多年来又成这旧的了 所以佛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是允许在座金身的 可以这么去做 修旧如旧 日本人肯定是这样 因为日本他很多佛像中 他是 有的是从唐代到今天 他没有尖断过保护 我们是尖断过 没错 刚才那个样子 大家都看到 你让任何人到这都束手无策 只好重新来 如果他现在这个状况 如果每年都在修复 出现毛病就修 出现毛病就修 他就不会出现这么恶劣的现象了 所以日本的修旧如旧是这么来的 日本修旧那个成本更大 就不是我们能承受的 他今天我们对文物的理解 还都有商业的利益 比如说我修复费用就这些 我得再拿有多少米 再加回来 对 我有多少米熬多少粥 日本不是这态度 日本是什么时候修好 什么时候算 所以他经常都不惜代价 对 他认为这个文化的价值 不是一代人可以消费的 或者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这个 你像他大族的修复 我认为他隔个时间20年以后 他那个火爆劲过去了 就会好很多 修旧如旧是这样 就是我们跟西方人真的是不一样 你比如家具的修复跟这个有异曲同工 西方人认为你不管什么文物的修复 你必须明确的告诉别人修复哪是修复的 比如他一个黄花蕾家具 他丢一牙板 他修的时候 他找一块新木的搁上去以后 这块他不作色 你看着就是 你谁看都知道这块是后配的 因为这块的文化信息不是古老的 是新提供的 比如他修瓷器 这有一个缺口 我们是想尽一切办法不能让你看出来 是吧 尤其做古董生意的更不能让你看出来 他要赚钱 但是外国人的西方人认为 我就补一块石膏就行 一块白的 日本人觉得你补一块石膏白的 看着心里有点不舒服呢 他可以补一块金的 但是他也让你看出来这块 他告诉你这块是后来补的 对 换句话说呢 缺损并不是值得羞愧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 他历史造成的 我们这里呢 一定要把它搞成完美的 任何的缺损 是我今天要负责任的 这个背后的这个概念差别 所以你看遗址也能看出来 你看那个这个斗兽的斗兽场的遗址 他现在有一部分可能要坍塌 然后他害怕 害怕怎么办呢 他也没法弄 他就搭一个金属的架子 永远支持他 永远像一个脚手家要干活似的 其实不是 所以大族的这个 也是花了很多这个心思 这些地方他们也都注意到 就是说 很重要的就是说 我现在你觉得我再速今生了吧 但是我保留下了所有里边的 比如说三维的这个资料 对 扫描的 或者是什么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资料完全保留下来了 但是 是比以前进步 是比以前就有进步 可是呢 我就刚才我跟你说的 这真是一个历史留下来的一个一个后果 没有办法 就是不够完美 修成这个样子 但是呢 你也不能不说他们是斟酌了很多种不同 你像 哎 日本的那个佛像 多漂亮 是是 他残破的这些个东西啊 他他他他残破这些东西 你看到残破的痕迹 但是怎么他没有那种 就是说 我给他要全刷上新漆 他不就不会坏了吗 因为他是还还可以看 或者说他保留状况 是非常完美的 我们现在这个啊 因为我没有看到现场 我不敢随便说 但我看到照片呢 我觉得他有一个小小的调整 可以做的更好一点 就是他那个金呢 他应该选用发红的金 他就会好看很多 他现在就从那片子太白 金灿灿 他那个是纯粹是那老百姓 那个戴手腕子上那金 所以他们说 一无小商品市场就这么了 对对对 我就所以我就觉得 你哎 我这么一个外行 说到底啊 他有个审美的问题吧 你你作为你们搞这维修的 你你出来这个宝像 怎么不俗 那你说明你的色还是有点问题 你包的这个轻薄 听你的说我明白了 他们的意思是第一 修旧如旧 是他们想要做的 但做不出来 其实上做不到 所以他们只能修旧如新 这是第一 第二 是不是是趣味的 还是为了今天的这个 有没有什么商业考虑 搞的什么展展心 这个大家存疑 他们理论上就是 马老师刚才说的 就是说历史上 尤其是对于一个 有宗教信仰含义的 这个菩萨 那我们再速今身 也是完全讲得通的 对对 佛像是一个极为特殊的 如果不是佛像 肯定是不能这样的 那肯定不行 你比如我们还说 我觉得甚至你就露出点石头的面 又怎么样 那他会 对 是如果不是佛像 那我觉得他应该是剩下什么 是什么就是什么了 你比如我们去 我就说意大利 我完了以后 我有一个地方必去 就是庞贝 因为庞贝是世界最知名的旅游景点 当年被威斯威斯火山瞬间给埋了 埋的日子很清楚 我要没记错是公元79年10月24号那天 光当就给埋了 埋了以后当时还是有时间的 大概有18个小时 16个小时 有钱的还是跑了 就是有或者说不练家不练财的就跑了 但大部分人没跑掉 不就给埋了吗 埋了以后呢 因为埋的比较彻底 就是等再发现的时候 已经过去1800年了 就大概到乾隆 乾隆年间才偶然发现 这200多年来呢 他就一点一点把它给恢复 恢复呢 他就因为这是人类的那个 就是 极其宝贵的 太宝贵了 他是完整的现场 重要文化财 对 然后去了以后呢 我觉得有些就是很有意思 他现在还是有一部分没全挖完 他这个人呢 就都有正常心理 不能叫阴暗心理 正常心理 哪人最多 他场面大吗 去多少游客不显很急吗 纪院人最多 纪院得排队 你看纪院 那个纪院很有意思 那有什么特别的 我怎么没看到那个 你怎么没看呀 就是 纪院上全是壁画 壁画上我看了半天 是安罗吗 不是不是安罗 纪院 纪院 纪院上的壁画很有意思 对 纪院的那个壁画很有意思 我看了半天 我只有一个感慨 就是说 2000年来 人呢 在这个行为上 没有什么特殊的新姿势 都一模一样 体位各种姿势 全有 我记得有个男的 他把他画的特别长 那是夸张的 他呢 他那个地方 因为他过去是港口吧 他很有意思 这个海员 海员是上了船 都要找这事 因为海员在海上憋长了嘛 然后海员一上来呢 他说 为了文化心理 就是不能打听 你说你打听面包店 怎么上哪 是吧 你打听什么都可以打听 你打听纪院 那还在面子上 所以他纪院 不用打听 到处都是那个指路符号 他的指路符号 很有意思 就是一男性生殖器 直接就指那纪院 你一看这方向 你就知道大概方向了 然后到了纪院以后 那墙上出了一大生殖器 你看他肯定就是这 这罗马人直率 请向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你看咱们刚才说这个事 就大足菩萨最后搞成这个样子 既是咱们文物保护的心血 这确实不容易 但是另一方面 也就是马先生刚才说的 就说到了今天种种无奈 其实是因为过去的历史 你比如说你就说意大利 现在山西保护古剑 找意大利人来讲课 人家老师 对吧 意大利人讲课 我就发现最重要的一个精神 其实就是他刚才说的 就是说修复或者保护 维护一个文物 一个古剑 它不是一劳永逸的事 他最重要的就是说 长时间的不间断的 这是最善的方法 其实就像日本人一样 就是你看有时候咱们去国外 他永远在维修 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就是他随时态度 对态度 他没有一个说一个工程 咱十年干完了 行了没事了 不能争一朝一夕 对 你不是对今天的一个什么朝代负责 你是对整个一个传统负责 我觉得不仅是技术问题 技术问题都在 但背后有个关键问题 日本嘛 他这个君主立宪 他就强调改良 就这个 改良 你这来这来的 我们呢 不断有破坏 所以不断要有革命 咱们这一看 这烂摊了怎么办 再也不弄就不行了 好 我跟你说个笑话 开出一个新天地 我参加过很正式的 文物修复的 这个国际研讨会 这个正式修复 都是国际大咖都来了 就讲 讲完了以后 中国肯定有些记者 或者什么在后面举个手 发个言 就是 呃 抢个镜 然后就说 这个 请问某某某某某美国的大专家 说怎么能够将文物修复的更好 啊 多么空泛的一个问题 美国人很有意思 美国人永远用幽默开场 他说 第一件事啊 是要把漏雨的地方修好 就是 就是他们先去参观 不要再破坏 中国的这些文物库房 发现有地儿还漏雨呢 然后您跟他开这么严肃的国际 就是文物修复的研讨会 你还提出来怎么能把文物修复的 他就实际上说你的态度 说你这都漏雨呢 这事用不着 没技术 对 对吧 你是态度不好 家里房上不漏雨 你文物漏雨 他不能说你们这个 首先要端正修复的态度 他不能这么说 他说首先要把漏雨的 漏雨地方修好 人家就哄堂大笑嘛 就是 这就很说明我们在文物之间的这种观念 你别看我们今天 国家拨付了大量的钱财 去修复文物 但是观念很长 而且观念变成只有 干活的人有观念 大家别人没有观念 你不是 你看中国人很奇怪 你看中国人到哪都乱写乱课 他到了意大利 他都老实着呢 他到哪还不敢课 你知道吗 你看上面没 因为没有 那你到哪看 你也看不着人课 那个所有的 你觉得那个旁贝遗址的 这些地方都保留下来 那么珍贵的 你舍得往上课吗 根本就没有 要课就课 没有我的大 所以就是给我的这种感受 就是同样是文化古国 我们想看到2000年的遗址 什么都看不见 咱基本现在只能看点明代的东西 我到蓬佩去呢 我的感慨就是人类有时候啊 进步真是非常有限的 对 你的蓬佩的那个 那个我不知道它是个剧场吧 你在这中间点站在上面 就跟就跟现在的剧场一模一样 比现在好 然后你在中心的那个点啊 你随便一怎么唱啊 一百个人全听到 这个效果他怎么达到 几千人 然后你再看它的最中心的广场 这边法院 这边是议事厅 这边是银行 对 整个现代城市的格局 2000多年前 人家全都弄好 沿路边餐厅 造全有 你给你解释 这就是快餐店 您在车一停 您就在这吃 直接 那时候估计还没披萨饼呢 全部都能吃 就非常方便 浴室 我看完那浴室 我说 中国弄啥 对对对 我弄什么 浴室 拿一照相机在这拍完了 回去找缘分来一个 伊德利 这个庞贝玉石 那火了 那个墙是假墙 中间是热气 里头的 包括那个壁画 马赛克都特唯美 就是人是两千年前 就给我感受没进步 就是咱还 咱中国也有这样的东西 那就是语言 就是话 这个中国是 周文道西斯可也 语言 有朋友自远方来等等 这个两千年前没进步 我们今天再重复 还是这个是我们的 石头 我们就不知道在哪里 其实从事实上看 我们还真没脸说 我们是多么喜欢 保护古代文物的一个民族 我们是保护 我们不保护具体的东西 我们保护文化的精髓 对 我们从秦始皇就烧嘛 对吧 就烧 杀 坑 就是 今天剩下的东西 全叫劫后一生 全是一个幸运 哎呦 今天哈 我觉得中国 周总理讲的话 我觉得这句话是最正确的 嗯 就是秦始皇那个墓啊 对 将来再龙 对 留点给后人 留点给后人 我怎么这么 你们在这么大的一个革命的时代 你想周总理讲这么话 而且后来那人 我觉得我对 这个我觉得到今天可以看清楚啊 到今天 如果说像武则天和秦始皇这个大墓啊 以后可以不开挖了 就直接打一栋进去一个全息的 然后就全部都给你复原出来就完了 你知道我 以后这个肯定能做到了 那天 能想象它做到了 没必要彻底挖开了 那天他们在朋友圈里就发这个文革的时候 一段那个录像 我看的时候想啊 哎 你说现在这个拍卖 这一个佛像 几千万 这帮傻子 那就是砸呀 你就我就看 大同佛跟人一边 那个佛运出来 菩萨从庙里运出来 你看那帮红卫兵 拿着大锤子 都砸不烂 就砸呀 而且那些名画 就烧 我觉得这帮傻子 你别的不说啊 你就说一个事啊 就北京泛海寺 泛海寺的所有的那个佛像 全部是明代的 文革以前的所有的照片都在 今天泛海寺就剩一壁画 这壁画是国宝 国之重宝 一级超一级文物啊 你去看一眼膜拜 前面那佛都不知道哪去了 就66年给弄了 假设66年 有一个人进去啊 说 哎呦 这个佛像不得了啊 拿一把锯 把头全锯了 因为你不可能保护下来 你把头都搬着找一地藏起来 你今天这人是一罪人 你知道吗 你不叫保护 你要保护 你就把它全弄下来 要不然你就束手无策 对 对不对 你今天谁敢干这事啊 但问题是在那个时候 这些杂的人没有一点意义 没有这个知识的 这你要把 不是知识 没意识 你要把一个国家的这么多 所有的学生都训练成这样的脑子 那真是伟大成功啊 没有一个据说上海生与死的那个作者 郑念 他是从美国回来的 他家里抄家的时候 红卫兵进来 他就拿了一个宪法 然后说下面那个花瓶是明代的 那红卫兵不理他的宪法 啪把那个瓶打掉了 就他一个人 我看到的话 就当时大部分人真是没这么想 不要说你想多少钱了 就是说明代的那更坏啊 这是封封建的 所以你要说文物的这个命运 真的是这个劫后余生 很难说 就有些时候 你就就想在大英博物馆 该不该归还我们 掠夺的 对吧 好像是很应该 可是你想这样是早归还咱们了 他也留不到今天 你说这个命运真的是很难说 所以现在我倒是觉得我们民族啊 随着强大心态要放平和 就是这东西在哪都是中国文化呢 你中国的东西在国外 它不代表西方文化 还代表你中国文化 而且大部分西方人是通过博物馆来了解中国的 来到中国的这个外国人连百分之一都不足 而且你就说哎 这个保存东西 你看那个日本政仓院保存的相当于唐代的紫檀的琵琶 你知道咱们习惯的看的是旧的东西吗 跟新的一样 对 这就他能上千年 任何人不可想象一千三百年 他有清单的 所有都在 正名外量跟展展新跟这假的一样 你说他怎么保留 就是这个 一代一代人的文化意识 所以说这个就加强民族意识很重要 我们现在就是 就是没这意识 所以我们今天我有点也不指望 你们刚才讲的那点很重要 就是凡是修过补过的东西 标出来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就不仅让大家看到这个东西的原貌 而且看那个过程 现在雅典下面的博物馆 它位置上面的东西 它有一些是食物 另外一些就是透明塑料的 它就告诉你 这个在大英博物馆 它的手臂搭着它 这根手臂 现在在大英博物馆 虚位一带 它做出来一个塑料的 又提醒大家爱国 又在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比如说还有像男的故宫 我觉得看着这边戏台似的 这个是对的还是不对 它修复吧 现在